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 于扬播讲 哐 玻璃盏砸碎在墙上 葡萄酒浆染红了半幅白墙如同泄染 赵忠惠穿过浸若酣蝉的妻妾扑壁 跨出门去丢卸一句话 收拾干净 他已经三天没敢出门 也没敢与他的那些朋友相互交流 这让赵忠惠心中十分烦躁 即使走在自家人人称献的后花园中 赵忠惠的脸色也是仿佛能冻住池水一般 甲山花木与池塘交融一处 楼阁画坊停台 在池水畔错落布置 来自大家手笔的花园 几年前还是六户人家共有 不过现在就只有赵忠惠一家了 他的兄弟们都搬到了新城外的敦牧宅居住 多唐在待遇上对宗室很大方 他们在新城外另设了敦牧宅 用来安置越来越多的宗亲 敦牧宅修起已有几十年早就不复使用 当一位分配了一间大宅院的宗室过世 往往就是七八个儿子将一座府邸瓜分 家家户户都住得紧巴巴的 天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炒上几家 兄弟因此反目的情况很多 朝廷的脸面上很难看 不过敦牧宅修起之后 各家的住宿就宽松了许多 住得远了反而关系近了 胸有地宫看起来一派和睦 但对于都唐 赵氏宗亲的反感依然是一日胜过一日 都唐的举动被他们视为收买人心 根本不需要感谢 说起来也的确如此 都唐对宗室的优待是做给世人看的 从来没指望得到这些赵氏宗亲的感谢 除了很少一部分之外 其他宗室都愤恨于都唐将赵氏并出于权力之外 更恐惧有朝一日谋朝篡位 赵氏地位不保 即便都唐给予他们多少好处 即便其中很大一部分比过去要富足许多 依然满腹怨言 故而赵忠惠才会时常与一帮人混在一处 一天到晚都在诅咒都唐早日而亡 换个说法 就是一群败犬在一起互舔伤口 前些天都唐前的学生闹事 接着又当着都唐的面开了一枪 手笔让人惊叹 一想到都唐中一众叛逆的脸色 赵忠惠就兴奋不已 整件事的起因经过赵忠惠很清楚 但主使者是谁就不那么明了了 反对都唐的人数不少 通常是五六人七八人 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小社团 就如师社茶会酒会一半 社团之间往来很少 只有偶尔交流一下 他只知道那几天的集会中 所有人兴奋不已 说呀说的 恨不得将那些学生立刻冲击都唐 然后被杀得血流成河 让都唐失去了天下市民之心 而集会的召集者 他的一位唐叔 更是隐晦的说了一下 这件事是有人在背后推动 而且那人地位很高 一向对黄聪 对天子忠心耿耿 只是因为张罕二贼势大 不得不暂且屈身是贼 他唐叔并没有透露那人的身份 赵忠惠和其余人也都没有去追问 如此忠贞之事 万一泄露了身份 有所差池 岂不是让人扼腕终生吗 想来必然是世受还恩的 沾英世家出身 与那等寒酸伯良的漏人之子 决然不同 只是在开枪的那一天之后 赵忠惠就不敢随便出门集会了 让他去骂一骂都唐可以 或者声势起来之后 跟着人混水摸鱼也行 但真要让他出头对抗都唐 赵忠惠还是不敢 自家性命 自家要珍惜 等到外奸试了 再兴集会 这一次让都唐灰头土脸的事 完全可以开心的说上一年 只是闷在家里 先是听说河北赢了 又听说辽国皇帝逃窜回国 赵忠惠心里的火就按捺不住 再接着又听说 枪给找回来了 人犯的身份也暴露了 开封府中最有能力的爪牙 已经追踪到了开枪的意识 很快就能抓捕归案 赵忠惠的脾气就像是火药桶 只要有点火就能给爆了 如果能像寻常一样 能与人一起痛骂都唐 再骂两句耶利语心的无能 火气还能消退一点 只是在家里面 哪里也无从发泄 绕着池塘走了一圈 傍晚池盘清风徐徐 柳枝清脆 鸟声婉转 赵忠惠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一名仆人匆匆而来 对赵忠惠说了几句 赵忠惠点头道 让他进来 一个人很快被领到了赵忠惠的面前 是他一位族兄弟的督馆 也是同一社团的同伴 五兄可还安好啊 赵忠惠问道 劳军功顾问 主人起居如常 一切安好 督馆言辞有礼的回了一句 你今天来 可是五兄有何吩咐 督馆一瞥左右 上前半步小声道 主人命小的来报 与军功 那贼子要计告太妙了 赵忠惠顿时连孔扭曲 稍稍好转的心情 当时又坏了几倍 他咬牙切齿 赵世江 凭他也呸 督馆低头 一声不吭 自从之前蒲王府一戏 被清洗之后 没有哪位宗士还敢对赵世江 就任大宗政之职 有所不满 至少是不敢当中有所议论 但是在人后 太宗皇帝的血脉 自然会对太祖后裔 称为大宗政 而怨声载道 从赵忠惠姓名之中的一个众子 就可以知道 他属于太宗一脉 与西宗皇帝同辈 西宗皇帝就名众贞 即将登基时才改名赵虚 对赵世江的观感可想而知 赵世江如今奉承都堂 简直都忘了他是赵世子弟 这一回辽国 不过是在河北冰封小措 他就忙不迭的要去太庙 为那群贼子吹捧 河东惨败不提 河北的战事也还没有结束啊 舔人骨钩子的猪狗 没脸皮的老畜生 背负望总的剑骨头 连番乌言会语 让人不敢相信 这是来自于一位自幼读书的军功之口 痛骂了一番赵忠惠气息烧平 他唬着脸问督管 五兄还说了什么 督管低头 主人请军功过府一会 赵忠惠皱着眉道 之前不是五兄说的吗 这两天都不要随便出门 督管道 主人知道 所以特意安排了车子 停在后门口 只是要军功跟平常一样 稍改一下装束就好了 好 等我更衣 赵忠惠都没有多想 一口硬撑 他在家中待得烦闷 早想出门去了 夜色渐浓 换了一身 蒲庸的装束 赵忠惠孤身一人的悄然从后门出来 门口一辆车厢低矮 窄小的四轮小车 车厢上的油漆斑驳色泽暗淡 跟外面寻常可见的载客车 看不出任何区别 连拉车的马匹都是用了有气无力毛发稀疏的老马 什么时候置完的 赵忠惠问 比之前看到的车子还要更不起眼 才买下来的 多管为赵忠惠打开门 让他上了车 然后跟了上来 军工见谅 多管侧着身子 在对面坐下 前面的一声鞭响 马车摇摇晃晃的开始走了 比起家里 江左肩所造的马车要颠簸了不少 但赵忠惠完全能够忍受 他现在正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跟那些同伴会合 一同宣泄这几人在家里闷出的玉器 他甚至还在想着 等会儿集会时是不是提一下给都堂多天天乱 比如趁势煽动一下东京市民 要求都堂继续北攻辽国 攻下辽阳 攻下灵魂 杀光气丹 看看都堂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车厢中窗帘拉起 掩着车窗看不见外面 但能听到周围喧嚣声见大 显然是近了一处街市 好像路不对啊 赵忠惠说 都管道 如今都中管得比之前严了 必须要在人多处多绕两圈 如果有人跟踪 很容易就被甩掉 小心点好 赵忠惠点头 继续安静的等待 将都堂被民情所挟 不得不出兵北上最后惨败而归的 窘下在脑海里编织了三五遍之后 赵忠惠忽然发觉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马车绕的圈数也已经远远不止两圈了 他猛的掀开窗帘 夜幕下周围一片暗淡 远处能看见一个深黑色的剪影 那是大图书馆的位置 不是好像根本就不对路 停车 赵忠惠立声叫道 但完全没人理会 马车还在继续向前 停车 赵忠惠用力瞪着对面的督管 督管安然坐着 脸上的谦卑换成了冷冷的讥笑 停车 赵忠惠又踢又壮 但车门纹丝不动 坚固的不像是一辆粗脂烂造成本低廉的旧车 都管冷眼看着带着嘲讽 不要踢了 都是铁的 都是铁的 赵忠惠的疯狂一下子停住了 他缓缓的转过头 看着都管充满怒意的吼道 给我停车 军工稍安勿躁 都管心平气和的说着 探出一只手 牢牢卡住赵忠惠的喉咙 手上传来的巨大力道 几乎让他闭过气去 马上就到了 恐惧和惊讶 让赵忠惠一时忘记了挣扎 他瞪大了双眼 看着眼前带着陌生表情的熟悉面孔 在腹底中 坐了二三十年差事的老仆 突然间就变成了一副杀人放火的强贼模样 甚至还敢对自己动手 这是在做梦吗 他瞪着都管 马车这时慢了下来 一座建筑进入窗口 那是 玉是台玉 刚才您听到的是 鱼洋魏林波奖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